字幕志愿者 杨茜 来了 来了 外闺女子来了 死不动 死不动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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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见杨茜茜 还记得小声啊 杨茜 杨茜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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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Zither Har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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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逢 风中阳 宁碧翠杆 亭亭立 月夜使得一池香 沉了 这孔雀真能听懂诗词啊 我早跟你说过了 这原主啊 是徐州的花魁 这孔雀可是他心上的宝贝 还不是凡尘之物啊 那这花魁娘子 为何还未现身啊 这会昨夜被证加情绪了吗 一夜未归 想必啊 肯定是把那个糟老头子 伺候好了 几位官人好兴致啊 三娘啊 你可让我一个好等啊 说的你们好像有什么正经事一般 三娘这便陪你们一杯酒 满意了吧 三娘 你可是整整迟到了一个时辰啊 怎么 一杯酒就想把我们打发了 那孙公子还想如何呀 不知三娘今夜 做何安排呀 石花馆的王妈妈还空着呢 不如我安排与你如何 三娘 我还以为是什么天仙下凡呢 俗不可耐 这是哪家的官人啊 说话这么有趣 你这种以色是人的继子 不配知道小爷的性格 以色是人 你这种以色是人 又如何 你们男子天生孔武有力 去战场上卖力气 薄功名 便是英雄 我们女子天生一副好皮囊 以色是人 便是迎剑 都是老天给的 谁比谁高贵了 你看不上我 我还看不上你呢 你 阿禅 动客 你是何人 柳小姐 可还认得我 哪里来的登徒子 报官 快去 是 等等 七年前淮州府 有个女子的名叫如兰 柳小姐 可曾记得 孟晚 就是令如兰 那位贵中密友 正是 正是 你们两个人 是如何私婚到一起的 此事说来话长 我今日到此 是有件事想要拜托你 都下去吧 何事 有个叫赵银的 近日来到寻舟府 你可知道 我从未听说 此人是京城关患子彼 平日素爱在青楼妓院私会 每到一处 第一件事便是结交当地的铭记 若是能博得她的青睐 那离搬到吴连便又更近了一步 世间女子 为何都如此傻枝 你这样话怎么说 令如兰已经生死 就算一箭杀了吴连又能如何 你去整个淮州府打听打听 还有几个人记得她的名字 你们这群蠢人 这个时候还要重返旧账 只能让她 被世人再玷污一次罢了 你说你这娘们啊 好言好语地跟你说话 你说谁是蠢人 谁动了怒 就是说谁呗 你站住 好男不跟女斗 好男不跟女斗 还有何事 孟晚说的 你若不愿意出手相助 也不勉强 但还是请你回唐贺州府 有件事 你肯定感兴趣 小人姓胡 不愿意出手 平日里做一些走街串巷 挂捕凶急的买卖 跟那个脖子 确无挂可 那脖子 可是在你这买了那湖半县的布番 是 还有小人的铃铛 八卦盘 他也都一并买走了 他可曾提起 买你这身行头是要去做什么 这个倒真没有 行了 压下去 是 不愿意出手 你也听到了 那脖子胡扮仙 就是个假扮的 定是有人 想挑拨理解你我 你可千万不能信到 那些胡乱鬼话呀 吴先生 你真是神通广大呀 我府上有什么人来过 说过什么话 也都一清二楚 我 行了 你就先回去 此事先不提了 那太后寿礼的绣样 您可还满意 这件事情推迟一下 给我点时间考虑 夫人 这事还不相信我 你没听见我说 叫你先回去吗 这花篮图以细瓶绣为主 这图中有蜀葵 玄花 义和花等花卉 太花爽了 小气 这是秋朴双冤图 在这草滩礁石之中 一双鸳鸯 其余暗赏 颇有意境 是贺寿 又不是新婚之喜 不宜 那这姜亭兰圣图呢 远山江面 是用虚实绣发绣制 这是哪儿来的 这是咱们淮州府 皇纪绣装的绣样 怪模怪样 连听都没听过 夫人可是都不满意 跟无怜的烟雨绣 真的没法比呀 那 怎么了 妾身浅词誓言 不敢再顶撞夫人 罢了 罢了 我还是去看 无怜的那些绣样吧 徐大娘子 你陪我去一趟烟雨绣楼 是 见过国公夫人 奴婢这就去请先生过来 嗯 晚安快来 慢点 干嘛去啊 小楼里新来了一位小娘子 空倒着要求父母回去 震出阳相呢 走慢点 睡觉 我去 快起来一会儿该摸摸骂了 娃娃 你看 那朵云 好像小兔子 真的 还有这个 你看 那个 是不是也很像 哼哼 不知夫人前来 所为何事 你把你上次的那些绣样 再拿出来给我看看吧 好 夫人这边请 你觉得怎样 吴先生明满天下 手艺自读必说 是独一无二的 这位便是徐渊外家的大娘子吧 奴家早在齐州时便听曼叔姐姐提及过吴先生大名 今日一见 果然如传言一般 别无二迟 徐娘子谬赞了 吴某愧不敢当 还有三个月就是太后的七十大寿 现在州府好多都已经准备得差不多了 所以往后的日子 吴先生就要辛苦了 能为夫人尽一份力 是吴某的荣幸 嗯 嗯 先生 烟雨绣楼曾有一位绣娘 名唤孟晚 你可还有一家 咱们绣楼 每年都有四五十个绣娘来来续续的 属下不记得 她也是淮州人士 但具体什么来历 我也记不清了 你去查一下 这孟江娘子如今身在何处 是 ka 没事 那儿 好 是 吧 上台 有电霓 人吧 小afood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果然风采惊人 我倒是见过你一面 何时 七年前 如兰按声唐后 我去药铺给他辞行 看见你在药铺的后门 被他赶了出来 湿得魂一般 你我一样 都是有人为了护着我们 却替我们承受了许多 此话怎讲 七年转瞬已逝 这些年你过得如何 很多事情 看开了 放下了 活得也就自在了 看来你早已打定主意 不愿再烫这趟浑水 徐大娘子 我知道 你想为昔日的姐妹 讨回公道 但你可曾想过 若这个世上 有什么 是让我们被指点 被侮辱 我们还不能抛弃的 一定不是什么好东西 你我同事女子 我真心奉劝你一句 就此奉下吧 别再与旧事纠缠了 那我再同你讲一件 我近日听到的旧吻吧 七年前 咱们淮州府有一位名门公子 养了一位佳绩 可惜这位佳绩不慎得罪了权贵 连夜出逃 不久之后 就连这位公子也遭了灾 也不知是受了什么折磨惊吓 不知是家中万贯家财富之一具 就连神志也变得疯癫 从此流落街头整整七年 我虽时常接近 但她即便落魄至此 也不愿意受旁人安顿 眼下 怕是只有三娘能说服她了 小哥 给我个包子好 我拿一个留意来跟你换 你给我打开 再做饭等我踹你啊 还有骡子在 那是波斯来的好东西 你给我换下 我给你去 给我包子好吗 给我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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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我撒开 给我包子 你快说吧 给我包装了啊 给我包子 给你 去吧 过来吧 干我 晦气 真心 三娘 喝 三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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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不是也饿了 给你吃 我不给你吃了 三娘 你别哭呀 三娘 三娘 你不要呼呀 三娘 你不要呼呀 三娘 我只是想为我所真实之人 讨回一个功能 三娘 你可否愿意与我同行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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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走 走 好漂亮的孔雀 三娘 咱们也买一支 带回家中吧 请留的 你跟徐家那位见过了 聊得如何呀 问你话呢 你要是真不愿意帮忙 咱们也别耽误彼此时间 我这就回淮州府 眼见眼就怎么潜入烟雨绣楼 我自己就能将无连连死 这只孔雀 是我从石花馆里带出来的 当年我从淮州府逃出来 进了石花馆 第一眼便看到了她 她被装在一个金丝笼子里 悬吊在大厅高处 供人调笑上来 客人高兴了 便赏她几口吃的 不高兴了 扇子 竹筷 酒杯 统统往里扎 唾几口唾沫的一大油温在 我恍不间反复看到 那笼子里装的 就是 从那日起 我心中就暗暗发誓 世俗眼光 从今我都不介意了 我得安身立命 我得有钱才放身 我要做寻舟府的花魁 我如愿以偿得其美名 也赚够了钱财 便将这只孔雀说了出来 开了如今这雀鱼 我以为 我已经将以前那些陈念秀 是彻底摆脱了 我还劝孟婉 让她将当年的事情都放下 现在想想 不过是站着说话不腰疼 不过是 我以为心中真实之人 并未受到此事牵连罢了 可笑 真的是太可笑了 你还 Belly 李卓 荣年如来已遵 冥冥之中 我们这些人也都改变了活法 我和徐家大娘子 何尝不是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或 赵盈就在荀州府 他的秦宗 我已经打听到了 这么说 你是打算帮忙呢 事已至此 我不且帮你们这一次吧 老话常说 美人薄情 细子不易 你这个女 倒还有点轻易啊 你要是不会说话 就把嘴给我闭上 你看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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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调皮 哪要来了 调皮 抓我 来了 大哥呀 我嫂子在这儿呢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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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闪了 你算了 还好 我耍赖 那就罚我 我娶你一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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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 可 哇 快 快 快 怎么了 玩得不惊性啊今天 王妈妈 你这可就不厚道了 我说了 不管多少钱 把你石华馆 最美的小娘子 给我请过来 你怎么还藏着 这么个宝贝呀 你有所不知 楼下这位娘子呢 是寻中花魁 早就输了身 自己开园子去了 她那座雀园呢 每日只招待一桌客人 若是现在选日子 恐怕都得排到年底去了 花魁 她便是那位柳三娘 可不是嘛 你也听说过啊 自然 自然 她若如此难约 怎会今日在此抚琴呢 那还不是看在 老身的面子上 今日重回咱们馆子演奏一曲 转转人气嘛 王妈妈 这么着 您帮我排个队 加个三 今夜 我便会一会的 这个 王妈妈 妈妈 行了 行了 那 那我试试 不过 我可不保证 一定能成哦 快去 快去 好嘞 三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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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找我呀 是 王妈妈 花魁娘子怎么走了 今天可能闪光啊 哎呀 实在对不住了 赵大官人 这花魁娘子心气高 身价更高 一般人实在是请不动 这 这钱 我看我是没法受 王妈妈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一般人吗 你们整个寻中 还有谁能比老子更有钱 哎呀 你别动怒嘛 我再给你想想法子不就成了 什么法子 三娘的雀缘 每一年都会举办花魁之夜 今年便是今晚 届时 整个寻中府的达官显贵 闻人莫客都会齐聚一趟 习家 三娘俯琴 邀宾客合作 若是能齐策和名 博得个满头彩 那这花魁娘子啊 拿来的 今夜便是赵大官人体分了 大娘 先丑了 三娘 你的鱼儿上钩了 谢过王妈妈 你答应过我的啊 我帮你成事 以后每个月回馆子 跟我五月一场 放心吧 三娘说话算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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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娘子 这寻常的青楼女子奏乐起舞 多是长袖翩翩娇娇躁躁躁 可你这剑舞却刚柔并济 果真不俗啊 若是落落俗气 又怎能脱颖而出 博得花魁之名 妙哉 妙哉 你这身记忆 是从何处学来的 承蒙一位善心公子收留 做了几年佳绩 是他教于奴家的 那这位善心公子 可有教于你一些 别的记忆 誓死歌赋 琴棋书画 我都学了点皮毛 赵大官人 可否有兴致与三娘 对一对诗啊 我不是这种文族族的作派 咱们不如聊些正事 你这是何意 叫你吃酒便吃酒 你这是作甚 你这是嫌钱不够 钱自然不嫌多 就是怕赵公子你付不起 小爷我还不信啊 你开个价钱我听听 松山灵芝 西域红花 薄舟虫草 苏和摄香 外加一支 百年长百野山参 什么玩意儿 你这是要开药铺子吗 这是奴家兄长的药方 每日一付 血水肩负 你可负得起 你兄长每日吃这些 不流笔血的吗 三娘命苦 自幼没了爹娘 兄长又身患重病 只能一直靠着这些稀有药材 调着性命 我苦苦之身多年 却还是入不敷出 若是赵大官人 可以保住兄长性命 奴家嫁你作妾 又如何 死吧当真 自然当真 好 那你跟我回京城 我给你买宅子 治田地医兄长 以后保你 再无忧虑 赵大官人 又何必如此吹嘘 什么叫吹嘘 你可知我是何人 你又能是何人 不过就是 哪家的附身公子罢了 且不谈家事 我乃闽州 士博司提举 主管海外贸易 咱们中土的丝绸珍宝 想要运往西域南洋贩售 港口每开出去一艘货船 都得求得我盖帐一份出海官券 你可知 这意味着什么 赵英身为闽州士博司提局 手握海帽大权 却与无量暗中勾结 从燕雨绣楼拿来大量的绣品 只要一张官券 便能使三艘货船运往海外 伪造营物 逃避抽卖 从中谋取暴力 所以乌连这些年能屹立不倒 不只有宁国公夫人给他的名 还有赵英给他的利 士博司提举 我好似在哪里听闻过 你要知道 我的家地 依你十个病样子兄长 都不在话下 不对 一百个 一千个 一万个 都绰绰有余 赵官人 莫怪牛家推 实在是 这风月场上 欠多了你这样的薄情男子 说是一套 坐 又是一套 那你说如何 你不是掌管什么丝绸针绑吗 那你可知道 淮州府 吴先生的烟雨绣 何止知道 我与吴连那家伙是旧相识 替他做事 那如果你能 替我求来一副烟雨绣 我便信了你 好 我明日便齐长 走水落去淮州 与吴连见面 你陪我一同进去 到了 我让他送你时间 你去淮州府做什么呀 自然是做生意 还能做什么 做什么生意呀 你这小娘子 问这些做什么 我是怕你明日酒醒了 莫要懊恼今日夸口才好 不会 不会 怎么信 赵大官人 今天已经喝多了 早点回去休息吧 我们明日再见 你这小娘子 这小娘子 淮州府做生意 莫非又要和吴连走私修别 十有八九 我实在没想到 他明日一早 便要启程前往淮州 现已答应我们登船同行 你赶紧通知孟晚 让他早做打算 这哪儿来得及呀 淮州到寻州 最快就是水路 我还飞过去给他送信物证 若是能在码头 抓他个现行 便是最好 你还是好好想想吧 若是上了船 见到了吴连 他若是识破了你的身份 你该如何是好 即便见到 也是在淮州码头 我会尽量避开他 我会尽量 淮州和群州随为相邻 走水路 至少你要一个日夜 这一路程 照应难免会轻薄你 你还在意这个 那是自然 我和徐家娘子举大意 怎会因为一个 逝去之人的真结 让活着的人再受其辱 可我是风尘女子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了 放心吧 不是还有你的吗 三点啊 我真美 哥哥 你老盯着我干什么呀 赵公子啊 我见你生得如此俊俏 忍不住多看几眼 你莫见怪 三娘 晚上想吃什么呀 哥哥 你怎么了 哥哥 我啊 就是胸口有些闷 不但舒坦 三娘 你哥哥这病 不转人吧 不好说 哥哥 哥哥 你要是身体不适 便出去走一走吧 赵公子啊 这甲板丰大 我的身子骨弱实在经不起 行 行行行 你坐我这儿 我出去便适了 你们俩个自便吧 谢了啊 妹夫 对了 三娘 今日午夜便到到达淮州 但咱们就不瞎传了 你看着后厨准备些韭菜吧 我要在船上咽前五连 奴家知道了 哥哥 哥哥 这船都不瞎了 这是要拉上货物便走啊 到了淮州码头 你我先查明走私货物 然后 我会想办法拖住他们 你去找孟晚传信 这样 等吴列上了船 你想办法避开 免得生出事的 放心吧 我会见机行事的 景夜 一定要将他们俩拿下 我会想办法 你被骗留了 他在船上 他在船上 你被骗留了 会骗 那他们不是 你不在船上 你发生了 你不在船上 不在船上 有什么 你不在船上 你不在船上 吴先生 别来无恙啊 赵兄 别来无恙 请 请 敏州那边现在风声如何 难得见上一面 咱俩好好喝剩几杯 不用担心的那些 来来来 精神那几杯都打点好了吧 你就把你的心 好好放在肚子里行不行 关签在我手中 印章也在我手中 盖几个车放几艘船 不都是我说了算 你呀 最好还是手脚干净一些 别惹下什么后患 我这手脚 可是不如你秀楼里的 小娘们干净 对了 我船上有一个庙人 今日便让你见识见识 来人 在 朱军 将个花和一娘子换来 是 这闽州花魁倒是有所 却未曾见过 反正我是想不通啊 这瓜熟地落才香甜好吃 不知道你吴连整日抱个青瓜壤 啃个什么劲啊 都是妓女罢了 冠以花魁女状元之名 又能如何呀 罢了罢了罢了 道不同不相为谋 不过 这三娘可不是一般妓子能比的 三娘 徐州花魁柳三娘 你也听说过吧 你怎么会跟他 私婚到一出去了 别提了 还带了个脱油瓶 什么瘸子兄长 那个死瘸子 那害得我无从对三娘下手啊 瘸子兄长 子哥 瘸子你也感兴趣啊 这是叶逊和罗子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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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君 柳小姐 似乎往下面的船舱里去了 她去船舱干什么 她去船舱干什么 抓人 抓什么人 抓什么人 我让你赶紧抓人 我让你赶紧抓人 这其中有诈 这其中有诈 错不了 快去给孟晚传信 我留在船上 与你们接应 怎么回事 不好 快走 站住 五五连 你再看看清楚 你当真不是这座人了 这便是赵兄口中的三娘 她你也认识 我烟雨绣楼曾有一位秀女 名唤刘三女 倒是与这位三娘的相貌 有几分相似 三娘可曾听说过此人 先生只怕是认错人了 奴家何曾有幸 能在烟雨绣楼学艺啊 刘捕头 你这都已经拨了一条腿了 这另外一条腿 也不想要了 什么刘捕头啊 先生若是与婆角之人有过节 怕是这天下瘸腿之人 都是你的仇家吧 休要废话 车跳板 抓人 这 你与他们到底有何仇怨啊 先将人擒入 我再与你细说 赵大官人 我与兄长将性命托付于你 你怎能如此刀剑相像 我 哎呀 抓抓抓抓 抓起来再说 哪儿来了山贼土匪 敢接老子的船 若是山贼土匪 自然不敢登赵提举的货船 你认得我啊 明州士伯斯提举赵营 烟雨绣楼无灵 走私皇家贡品人赃俱获 即刻送往京城查办 你们这帮小贼 这般血口攀人 可敢露出真面目 让小爷我瞧下 有何不敢 有何不敢 一生 苏手之惨悔 长夜又等随 照此生若不归 已无悔 一场阵风吹没 一场场雪茫茫 何曾聚而所想 心别忘 你心疮双心热写 未了 一幕幕就回望 一夜夜飞思了 生无常 从今年不敢忘 难道五三间晴天真寒了 阿 阿 allowed 又高映首 素手之惭悔 长夜又等岁 朝此生落落归 已迂回 一生争风坠落 一场城雪茫茫 何曾只有所想 心变望 迷信封双心 若无恶险未了 一梦不久回落 一夜夜飞思量 深入长葱青年 不甘往远都三千 晴天斩了